欢迎收看小高 李铁的事情终于有了动静 12月13日 李铁一大早就被送到了法院 因为有了多家媒体的提前预告 很多球迷也是一大早 就等待着李铁的动静 按照此前的进度 绝大部分球迷都认为 这一次的结果 也要等到晚上才能出来 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次结果竟然在9点就出来了 据悉 李铁的案件在83准时开庭开庭后 只有两个程序 第一个是审判长宣读判决书 随后是询问当事人是否上诉 在这两个环节之后 李铁的结果也是出来惊宣判 李铁被判有期徒刑 20年判 涉案1.2亿 李铁最终的结果是20年 这个结果已经让很多媒体人 和球迷都没有想到 此前铭记卖蒙 谁在行就爆料 李铁大概率会被沉码头更重 此前媒体人预测的是 李铁最好的情况是和沉码头一样 是无期 最严重的可能是死缓 为了这个结果 铭记卖蒙 谁在行也是爆料 李铁的妻子 并没有向网友此前曝光的申请离婚 并且拒绝退赃 相反 李铁的妻子龙飞 被曝光花费了大价钱 请律师帮助李铁打官司 或许也是因为如此 李铁最终才会有20年的情况 按照李铁 如今已经47岁 20年的刑期结束 李铁将来到67 如果李铁表现好的话 可以提前出来 按照当下的规定 李铁至少也要等到60岁之后 才有可能出来 20年 李铁的罚金并没有说 但是涉及的巨额 肯定是要被没收的 而且李铁除了结果之后 会不会人财两空呢 根据报道 在李铁宣判当天 李铁的妻子龙飞 并没有来到现场 李铁是在没有家人的陪伴下 接受了结果 以龙飞没有来到现场的情况 李铁这边大概率会遭遇 人财两空 而且让李铁更加尴尬的是 此前李铁被爆出 在英国也有豪宅 还有一个英国女友 李铁的很多资产 都是登记在这个英国女友的名下 而随着李铁 至少要60多岁才能出来 而且李铁大概率不能再出国了 所以李铁英国那边 肯定是人财两空 英国美女或许成为了最大的赢家